明明 好 今天來開箱分享的是 愛肯這個品牌 新出的兩台外接螢幕 分別是P6還有LH5H LH5H 好尿口喔 為什麼不能取一個簡單一點的型號呢 好 廢話不說 必須要先說 Pio應該會變成我的新歡 為什麼 看一下看 好 如果你有看過史達利拍過一集 就是你該怎麼樣買攝影器材 的那支影片來說呢 外接螢幕大概會排在我心目中的攝影器材 順序的第三位 分別是相吸 穩定器 再來是外接螢幕 麥克風 燈光 滑軌等等就是在往後走 那現在我在拍片的時候呢 要是我沒有外接螢幕呢 我可能就會覺得很避免 很不習慣 有可能是角度的關係 有可能是螢幕尺寸的關係 所以外接螢幕 是我很推薦給各位要買的一個配件 很重要的配件 這兩款外接螢幕呢 我都有在銷售 也有在做租借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呢 歡迎來跟我洽詢 今天這兩台呢 他們的價格不同 等級也不同 P6的定價是5900 然後LH5H的定價是10900 等級不同呢 我想有幾個主要的差異 就是在內容功能的豐富度 還有螢幕的亮度 那我們先說亮度好了 亮度來說呢 P6的亮度是500尼特 然後LH5H的亮度是1700尼特 如果你有注意看我的影片呢 在我之前常用的一款螢幕呢 就是所謂的 Icon Bm5這台螢幕 它算是LH5H的前一代 LH5H的1700尼特呢 其實已經可以歸類在高亮度的螢幕 那Bm5呢 當時強調就是超高亮度 它是2200尼特 所以說這兩款螢幕的面板呢 都決定了它的亮度等級不一樣 所以造成了價格上的一個明顯差異 那我們現在在畫面當中 你可以看得到 我直接把它拿到室外 很可惜是我今天在拍攝的時候呢 並沒有陽光 所以在白天的情況之下呢 我就給各位看一下 他們在全亮度的表現呢 有什麼樣的差異 所謂1700尼特跟500尼特的亮度有什麼差別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種高亮度的螢幕呢 在陽光底下真的大太陽的時候呢 它還是蠻吃力的 表現不會像你預期想像的那麼好 像這個500尼特的亮度呢 雖然說在陽光下可能就能力度更差 但是以一般的情況來使用呢 就是陰天或者是室內的場景呢 多數都是非常足夠來應付 你要拍攝的場景 在螢幕的尺寸部分呢 P6它的size呢是5.5吋 跟我之前賣很多的Fillwall F6 Plus呢 其實是一樣5.5吋 但是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一樣是5.5吋 在視覺上你會覺得P6大很多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邊框非常的窄 那因為窄邊框的設計呢 可以讓你覺得螢幕有更放大的效果 再加上它整台尺寸非常的輕薄 我們在畫面中可以看到就是 厚度寬度呢 都縮小了一個size 這就是我很喜歡P6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希望能夠越輕巧越好 LH5H呢尺寸稍微小一點 它是5.2吋的尺寸 跟它的前一代呢 BM5尺寸是相同的 但必須要說的是重量上呢 LH5H輕了很多 因為它現在整個外殼呢 改成塑膠材質 那BM5呢 它基本上外殼都是金屬材質 所以重量上會差滿很多 兩款螢幕呢 都支援了4K HDMI的輸入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輸出孔 再加上一個3.5mm的音訊輸出孔 可以讓你去做監聽的使用 那說真的 HDMI IN跟OUT呢 現在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組合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有在注意 我最近做了很多直播的case呢 我們就大量的使用無線圖傳這個裝置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接上了HDMI線 從相機連接外接螢幕之後呢 我還有一個HDMI OUT呢 可以再接個圖傳 換句話說我這邊可以有Mode可以看 無線圖傳可以再打出去 給導播機 或者是大摩接收 我好喜歡這樣的組合啊 啊死 我剛有說到呢 螢幕的顯示呢 都是1920x1080的這個規格 而LH5H的色聲呢 可以支援到10bit的色聲 雖然說我相信一般人可能沒有辦法在Mode上面看到那麼仔細 因為畢竟不是那麼大 但是畢竟它是一個它的一個特色 再加上它有支援HLG的顯示 就是所謂HDR螢幕 那P6呢 在這部分就沒有 它沒辦法支援HLG的即時顯示還原 而在LH5H的螢幕部分呢 它支援了觸控的功能 那P6呢本身是沒有觸控螢幕的功能 它只能透過上面的實體按鍵 去操作功能的切換 但個人使用習慣 我覺得有沒有觸控這件事對我來說 很好 習慣就好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兩台外接螢幕呢 它在內建的一些功能表 其實都算非常非常的誠意的 現在的外接螢幕呢 在平價可能都要支援3D LUT的套用顯示 所以它下面有記憶卡的插槽 還有或是USB的插槽 可以讓你把你的LUT檔直接丟進去 在拍攝時呢 就可以預覽到即時的LUT的顏色 再加上一些功能 就比如說風質 尾色彩 試波圖 必須要說P6這個價格的外接螢幕 居然還給到你不同的試波圖呢 這算是非常非常的有誠意 所以該有的功能呢 在這兩台外接螢幕上面呢 基本上都沒有缺少 然後呢 我前兩天已經拿P6去拍了一場婚禮 那我有接收音的麥克風 我在P6上面開啟的音頻顯示呢 那個位置是在正上方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供電的方式呢 其實這兩台螢幕的供電方式都挺有趣的 我們先說P6 P6如果你是使用電池的話呢 它就是可以使用Sony 970系列的電池 那更特別的是 它還可以支援你使用Canon E6系列電池 換句話說 它的電池背板呢 是支援了兩個電池的安裝方式 那LH5H呢 就僅支援了Sony的F970系列的電池 如果你是使用F970的電池 裝在這兩顆螢幕上面的時候呢 你在從這個USB接線出去 它可以支援對外部的供電 比如說你要支持相機的假電池 就可以同時去吃這顆970的電池的電量 LH5H呢 它這個USB孔 它可以供給5V的電 然後P6呢 可以供給到7.4V的電壓 這個兩個不同的特色 對於很多需要外接設備的朋友來說呢 應該是多了一些利用的彈性與空間 再補充一個電源的部分 LH5H呢 它同時可以使用D-TAP去進行雙向的供電 那D-TAP這條線呢 在標配裡面也會附給使用者 好 那我們回到這兩台螢幕的比較差異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為什麼它比了它貴了5000塊錢 除了高亮度這件事情 好 必須要說 它可以支持相機的線控 從螢幕的下方呢 接一條相機控制線呢 到所支持的品牌跟款式的相機上之後呢 你可以做到相機快門的控制 觸發錄影跟停止 還有ISO光圈參數等等的調整 好 這些功能呢 其實在上一代的BM5呢 都可以支援到 但是這一代呢 它又做了一個更屌的功能 就是無線控制你的相機 但是不是所有的相機喔 目前知道的是可以控制 BMPCC跟4K跟6K 就是我現在看到這一台 所以我們現在畫面上呢 即將會給各位看到的就是 我們拿著LH5H呢 透過無線的傳輸呢 去控制BMPCC的參數調整 然後最秋最屌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你還可以直接在上面控制對焦 如果這時候你的螢幕上面呢 再接一顆無線圖傳到BMPCC 4K 這時候呢 換句話說 你就會有一個跟腳手了 拿著螢幕 直接透過圖傳接受影像 然後用LH5H跟BMPCC 4K的連結呢 去控制對焦 雖然不是那麼順手 因為它不是真的對焦滾輪 但是至少你在這個地方 有多了一個應用的方式 可以控制到這種程度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厲害啊 而在上一代BM5的時候呢 它就跟鐵頭的無線跟焦器呢 有去做了一些結合 那這個功能同樣有研習到了LH5H 它一樣跟鐵頭的跟焦器呢 可以去做連結控制 好以上就是今天史丹利 跟各位分享的評測 關於這兩台新的螢幕 這兩台螢幕呢 也會列入我拍攝的設備隊伍當中 特別是P6 剛剛我有說到 它會變成我的新歡 因為又輕又薄 螢幕看起來又大 我就覺得舒服 螢幕呢 真的是我很推薦的一個外接設備 如果你真的要拍影片的話呢 外接螢幕應該是你可以考慮 應該要買的選項 那加上價格也不貴 現在P6只要5,900 跟我買還會有一些額外的優惠 LH5H是10900 一樣會有一些優惠 歡迎你帶相機來試用 OK 今天分享到這邊呢 下集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說沒有缺點嗎 有 你看喔 LH5H的底圖 真是醜到爆炸 可以不要這樣嗎 原廠 掰掰